同学们大家好 之前呢我给大家讲解了TypeScript的基础语法 以及在Node的后端项目之中如何使用TypeScript 这节课开始我们再学习一下 在前端的项目里面 比如说React这样的项目里面 我们怎么去使用TypeScript 那么第一步我们要创建一个React的项目 我们可以打开React最流行的这样的一个交手架工具 也是React官方推荐的交手架工具 叫做Create React App 那么使用它我们如何创建一个基于TypeScript语言的React项目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只要运行这条命令就行了 但是我建议大家呀跟着我来一起操作 首先呢打开你的命令行工具 在命令行工具里面 首先运行NPM uninstall create-react-app-g回车 也就是从全局里面把Create React App这样的一个工具删除掉 因为有可能呢你执行官方提供的这条命令的时候 你本地会有一个比较老的这样的工具的版本 会影响到你生成基于TypeScript语法的项目 那为了避免这种问题呢 首先大家跟着我一起先运行这条命令 OK 那这条命令运行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官方提供的NPX这个命令 去创建一个GTypeScript语法的React项目了 我们复制这条命令 然后到我们的命令行工具里面 我们到桌面上啊 CD到Desktop这个路径下 好 清一下屏 运行这条命令 好 那这条命令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意思是 如果你本地有Create React App 那我就使用你本地的Create React App 刚才我已经把本地的Create React App删除了 所以你本地肯定是没有的 那么NPX它会去远程去下载最新的Create React App 这个工具 然后通过Create React App这个工具 帮你创建一个叫做MyApp这样的一个项目 它会使用TypeScript作为项目开发的语言模板 那么这块实际上我可以给它改一个名字 我就不叫MyApp了 我们叫做 react-project 那后面呢 其实我可以再加一个参数 叫做-use-npm 那么整个命令下来 它的意思是什么 我再来翻译一下 我让你去下载最新的Create React App 然后使用TypeScript这种开发语言的模板 生成一个叫做React Project的项目 那项目的依赖呢 使用npm帮我进行安装 如果你不加npm这个参数 它默认会使用YARN作为依赖安装的工具 所以我现在为了大家学习起来比较统一 统一使用npm 所以就多了一个use-npm这样的参数 我们点击回车 这个时候它会去下载Create React App这个工具 然后去帮我们生成项目再去安装依赖 整个呢会帮我们完整的初始化一个 据TypeScript语法的React项目 那么这个过程呢会比较耗费时间 我们稍等一会儿 大概呢经历过三到五分钟的样子 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项目呀已经创建完毕了 那你可以看到在桌面上这个时候我多了一个叫做React Project这样的一个项目 然后呢你可以进入到这个项目运行npm start 那么它就会帮你启动这个项目 OK那我现在不在这里启动这个项目 我关闭掉我的这个命令行工具 然后打开我之前编写后段代码的这样的一个编辑器的页面 那在VSCode的编辑器里面 现在我有一个文件夹叫做TypeScript 其实它对应的就是我桌面的这个TypeScript文件夹 我可以把这个文件夹改一个名字 我可以叫做Backend Project 后端项目 然后呢React Project呢 我可以改成Frontend Project 前端项目 然后我把这两个项目放到我的编辑器里面 那这块呢我可以把它移除掉 我选中一下 或者呢我直接关闭掉它 然后把Backend Project重新拖到编辑器里 OK 然后在左侧的编辑器这个菜单里面 我们点右键 有一个功能叫做Add Folder to Workspace 也就是把其他的文件夹也放到这个工作空间里面来 现在呢我把前端的代码文件夹也放到这个编辑器的工作区里面 选择Frontend Project点Add 好 那现在呢我的后端项目 包括前端项目都在这里可以编辑了 然后我打开编辑器的Terminal中端 进入到Backend Project 我运行NPM 那么RunDev 我们启动一下之前我写的后端的项目 Series Running 没问题 它会启动一下 OK 那我打开浏览器 访问Localhost 7001对吧 回车 后端项目已经启动了 接着呢 我们再进入到前端的目录 我们再创建一个终端 我们点击加号 创建一个Frontend Project 也就是前端项目对应的终端工具 那在这个终端里面 我们运行NPM Run Start 或者NPM Start就可以了 那我怎么知道要运行这个命令呢 如果大家打开Frontend Project 看一下它的工程目录啊 那你点开package.json的时候 会看到它里面有一个Start这样的命令 也就是你生成的前端的Rect的项目 是靠NPM Run Start来帮助你启动的 那在这里我就可以把前端项目也启动一下 当然NPM Run Start它的简写呢 是NPM Start 那这么写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直接这么写 它会自动帮我们开一个浏览器 访问这个3000的端口 我们稍等一会儿 OK 已经启动起来了 然后这个Rect项目就会展示出来 那我们这节课呢 把这个项目做一些精简 打开Frontend Project 对应的工程目录 找到SRC目录 那这里面写的就是我们前端代码 对应的一些Rect相关的内容 首先呢 它的入口文件是叫做 index.tsx这样的一个文件 那这里面呢 我把这些service worker啊 这样的一些工具都把它干掉啊 因为我们只讲最简单的 Tapscript相关的内容 所以像CSS啊 这些东西能简化的 包括其他的一些知识点 我们都给它简化掉 那么一进来 我去引入Rect 然后呢 引入Rect的一个组件 如果大家对Rect不熟悉的话呢 可以自己先学一下Rect 这门课程呢 默认大家已经对Rect比较熟悉了 我们直接来讲 Rect和TS如何结合使用 而不再雷数Rect的基础语法 OK保存一下 然后呢 像logo.svg文件 我们也把它删除掉 没什么用了 但是service worker也把它删除掉 setuptest.ts是一个测试文件 这块我们也不搞自动化测试 也删掉 行 那么CSS文件 我也把它都删掉 app.css我也不要 app.test.tsx我们也不要 然后我们只有一个index.tsx 它里面呢 去引入app这样的一个组件 那app组件里面 你可以看它会引入css 引入svg 这块都不要 我呢 只return一个 DIV hello.world 保存一下 可以 那这样的话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网页上 访问localhost 3000的时候 它只会打印出一个hello.world 不再翻译 那么这块的代码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在这里 这块react代码 相信大家都能看懂 就是引入react 然后把app这个组件 引入进来 渲染到root这个根结点上 那么唯一区别的就是 之前我们写这种react代码的时候 它的后缀可能是.js 或者.jsx 现在呢 它的后缀呢 我们会把它叫做tsx 也就是用TypeScript去写一些 jsx这样的语法 所以当你去使用TypeScript 写react项目的时候 它的文件的后缀会变成tsx 同样app 它是一个组件 之前也是一个js文件 或者jsx的文件 现在也变成了tsx 这样的一个文件 点开app.tsx 我们来看这里 它引入了react 那这块呢 如果我不写这个类型注解的话 大家应该能看懂 app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函数组件 那后面我跟了一个react.fc 意思就是app这个组件 它的类型是react里面的一个函数组件 类型 那函数组件类型 其实react已经定义过了 它呢 类型就是react.fc 所以你后面这是一个固定的类型注解 表示app是一个react对应的函数组件 然后你再把这个组件 反后回去 而这个函数类型的组件呢 它反回的内容就是一个hello world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你页面上展示的内容 就是hello world OK 那么这节课 大家跟着我 初手画一个项目 把项目的代码 精简成这个样子就行了 我们下节课 继续来讲 前端的项目 该怎么去写 大家加油 当初